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几个月之后 虽然身材略现臃肿 但是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这份喜悦 谢娜出道多年 凭借自己活泼开朗的性格圈粉无数 也让她在娱乐圈结识了很多挚友 娜娜可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谢娜付出首秀 就有很多好朋友纷纷助阵 蔡绍芬 西梦瑶和佟丽娅不约而同的来到快乐大本营的录制现场 给好姐妹加油助威 一见面蔡绍芬就和谢娜来了个心热的嘴对嘴 极力用自己不慎标准的普通话 叮嘱娜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这样才能照顾好宝宝 正经不过三秒钟的谢娜 在感动之余 开始模仿起了蔡绍芬的塑料普通话 惹得蔡绍芬追着谢娜麻长跑 气氛十分欢乐 因为我们来了 而成为好姐妹的西梦瑶 也是以不容辞的来助阵 而且还带来了很可爱的小鹿板凳 早在之前 谢娜怀孕的时候 西梦瑶前往谢娜家里去探望 就带去了小鹿板凳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娜娜怀的是双胞胎只带去了一个 这次特意带来另一个 这样温馨真实的姐妹情 真的十分令人羡慕了 何炯还爆料说西梦瑶送的板凳 摆在了娜娜家客厅最重要的位置 足以见得谢娜对这份礼物多珍重 谈到佟丽娜 谢娜十分感激 谈到佟丽娜 谢娜十分感激 作为亲手妈妈 孩子的一切都是手忙脚乱 没有头绪 而比谢娜先做妈妈的佟丽娜 在育儿这方面显然是前辈 有一次娜娜的小宝宝脸上起了疹子 她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涂药膏 就咨询了鸦鸦 鸦鸦爆料说 结果第二天 那姐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文字 搞得自己以为手机坏掉了 疑运傻三年的说法 真的在那姐身上得到了应验 何用此时贴心的姐为说 因为娜娜怀的是双胞胎 昨天是一个小宝宝起疹子了 今天是另外一个 要做到公平吗 所以一定要再问一遍 有何老师这样暖心又高情商的男闺蜜 谢娜一定很幸福吧 除了向鸦鸦请教羽儿问题之外 还交流时尚问题呢 有一次谢娜就看到佟丽娜在机场的照片 她身上穿的那件羽绒服 谢娜觉得好好看 于是就发过去 要链接 结果没几天 鸦鸦就给谢娜快递游 过去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这么暖心的鸦鸦真的好可爱啊 在勤俭持家这方面 那姐就没认过书 有一次她就咨询孙丽宝宝用的什么样的宝宝霜啊 结果第二天 孙丽就给谢娜寄过来了一整箱宝宝霜 咨询张子怡醒醒用的什么尿布 第二天 谢娜就收到了子怡寄来的两箱尿布诗 近日 谢娜还在微博上晒出张子怡 给自己亲手制作的生日祝福卡片 两位妈妈的关系十分要好 那姐这人缘真的是绝了 从演员到歌手 从影后到天后 遍地都是我们那姐的好朋友啊 何炯还调侃说 微信朋友圈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最怕娜娜的突然关心 因为朋友们都想把整个世界送给娜娜 就是不知道该送些什么 送些她正好需要的 当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前段时间 李晨范冰冰还体贴地给新手妈妈娜娜送上了按摩椅 希望她不要太辛苦 在向往的生活中 作为嘉宾的张杰一出场 何炯就辨认出她手上提的包包是自己给娜娜买的妈咪包 张杰说自己先征用一下 到时候再还给她 张杰录制完节目临走前 黄磊还和何炯去一户农户 加紧娜娜 买了一篮子的土鸡蛋养身体 十分体贴了 虽然娜娜带出演艺圈将近一年 但是私下里还是和朋友们联系得十分热络 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常常有朋友去看望怀孕的娜娜 为什么谢娜身上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能收获这么多人的友谊呢 我想应该是她的善良与温暖十分有感染力 跟她待在一起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因为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快乐 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当有人提起她的时候 脸上都带着一种愉悦的神态 她热情仗义 竭尽所能地扶持后背 帮助朋友 敢于站出来为朋友说话 期待辣妈谢娜接下来的节目 祝福两个宝宝渐健康康地长大 文章学